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涉及特朗普 即将重返白宫对美国及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影响 以及美印贸易在这一背景下的发展潜力 专家指出 随着特朗普对太阳能板征税政策的可能改变 中国企业将加大在美国市场的投资 以应对激增的关税压力 这不仅会影响太阳能产业的发展 也将影响美国的清洁能源需求 同时尽管面临政策障碍 美国与印度的贸易关系依然强劲 双方的经济伙伴关系正在逐步深化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或将使印度受益 并为该国制造业创造更多机会 另外中国南方的珠海市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暴力事件 随后政府迅速拆除了现场的纪念物 以控制公众的不满情绪 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对政府危机应对能力的质疑 未来局势将如何发展 值得持续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尔街网报栏目今天重点关注 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可能对中美贸易关系 特别是太阳能行业的影响 本文源自南华早报 深入分析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变化 可能如何推动中国企业在美国本土增加太阳能板生产 随着特朗普明年1月可能再次担任总统 专家预测中国企业将会在美国增加太阳能板生产活动 从而应对来自东南亚国家出口的太阳能产品可能面临的更高关税 行业观察指出 即使特朗普取消拜登政府在2022年通过的通胀减低法案中的清洁能源激励措施 美国对太阳能的需求仍然预计将继续上升 弗兰克·豪格维茨 亚洲欧洲清洁能源太阳能顾问公司的创始人 表示即便政策环境发生变化 对太阳能的需求依旧强劲 这主要是因为太阳能技术已经被验证 其市场接受度也非常高 相比数年前 太阳能产品的价格已经变得非常实惠 太阳能设备 锂电池和电动汽车 被称为中国希望加强生产主导地位的三新产业 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和私人消费萎缩的背景下 这些产业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亮点 上个月 美国政府宣布对来自越南 柬埔寨 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太阳能电池实施 2.9%到30%的初步反补贴关税 这项政策预计将于明年4月生效 根据官方数据 去年这些国家向美国出口的太阳能产品达到了119亿美元 豪格维茨指出 东南亚的大多数太阳能板工厂实际上是由中国企业拥有的 这项关税决策是在美国制造商First Solar Xoles Meyer Burger和Rack Silicon 对中国企业受益于补贴的指控 进行5个月调查后做出的 不仅如此 美国在9月还决定将对中国太阳能电池的关税提高到50% 太阳能电池是太阳能板中的关键组件 负责将阳光转化为电能 一些中国公司已经在美国设立生产设施 以利用通胀减低法案的激励措施 还有其他公司可能加快扩张步伐 以应对特朗普可能带来的不利政策 例如总部位于上海的金科能源 在佛罗里达州开设了一座年产400兆瓦的工厂 并计划进一步扩建 江苏常州的天河光能 也宣布将在德克萨斯州设立一个年产5000兆瓦的设施 中国制造商通过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 成功地将其在全球太阳能供应链中的市场份额 从2012年的44%升至去年的80% 根据大和资本市场的数据 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价格已大幅下降 作为上游原材料的多金硅价格也暴跌 全球太阳能理事会首席执行官索尼亚邓洛普表示 太阳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能源来源 同时也是家庭最便宜的电力来源 随着特朗普政府可能上台 美国及全球的太阳能革命有望继续 全球能源智库AMBER的数据显示 全球太阳能发电能力增长迅猛 而美国的太阳能模块生产能力也在不断增加 根据伍德麦肯齐的报告 以目前的扩张速度 美国将很快能够利用本土生产的太阳能板 满足国内需求 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美国各州正在通过这些政策 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和投资 尽管特朗普可能计划废除拜登的激励措施 在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下 尽管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可能紧张 但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关系则可能在战略对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 根据日经亚洲报道 美国从印度的进口额近年来大幅增长 即便在疫情期间 这一趋势依然显著 特朗普与印度总理莫迪之间的良好关系 可能有助于解决贸易中的问题 然而吸引更多外资进入印度可能面临挑战 尤其是在高科技行业的外包方面 印度在美国进口市场中的份额提升 体现了其贸易关系的重要性 中国的主导地位逐渐受到挑战 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影响下 印度因此逐渐受益 值得注意的是 印度出口的高价值商品 如珍珠和钻石占据了美国进口的显著份额 这是其他主要出口国所不常见的 尽管特朗普可能考虑对各国进口征收关税 但这些措施可能导致国内通胀 促使他谨慎行事 作为一名偏好谈判的商人 特朗普可能更愿意通过贸易谈判寻求利益交换 例如要求印度开放更多美国零售品牌 美国从印度的进口商品中 多个类别显示出显著增长 包括电器机械和设备 制药等 这种增长趋势显示了 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 尤其在特朗普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背景下 综上所述 尽管政治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但中美以及美印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在战略合作中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和适应性 尤其是在清洁能源领域 中国企业可能会通过在美国增加投资来适应政策变化 从而继续推动全球太阳能市场的发展 未来 这些动态将继续影响 全球经济的走向和各国的政策制定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太阳能是指来自太阳的辐射能量 主要以光和热的形式表现 这种能量通过技术手段 可以被转化为电力或热能 是一种重要的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的利用方式 主要包括光伏发电 太阳能热发电和太阳能热水系统等 光伏发电技术是利用光伏效应 将太阳光直接转化为电能 这种技术依赖于光伏电池 通常由硅材料制成 并以太阳能电池板的形式进行组合安装 光伏发电系统根据其规模和应用场景 可分为小型分布式系统和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 太阳能热发电则是利用聚光技术 将太阳光聚集在一个集热器上 将其转化为热能 进而使用热能驱动蒸汽涡轮机发电 这种方式包括槽式、塔式和碟式等多种技术路线 主要适用于大规模发电站 此外 太阳能热水系统利用集热器吸收太阳光的热量 用于加热水或空气 广泛应用于住宅、商业建筑等领域 这些系统通常包括平板集热器和真空管集热器 根据需求进行选择 太阳能座位可再生能源的优势在于其无污染、取之不尽和分布广泛 然而其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 比如因地制宜的技术适应性 出使投资成本、能源转化效率以及土地使用问题等 全球太阳能市场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发展起来 尤其在21世纪以来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成本的下降 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和德国 是世界上主要的太阳能光伏装机大国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 截至2020年底 全球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已经超过700几瓦 政策和激励措施 对于太阳能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许多国家通过补贴、税收优惠 和上网电价等政策支持太阳能发展 此外 随着全球对减少碳排放 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日益迫切 太阳能在可再生能源转型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出现 以及储能技术的发展 太阳能有望在全球能源结构中 占据更大的份额 助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